Hello 大家好 我是Evy 欢迎酒馆们回到我的微醺酒馆 我决定给我的频道增加一个全新的栏目 就是我会定时的跟大家推荐三款 我亲测觉得贼香的 性价比高的 会无限回购的 葡萄酒空瓶系列 凭什么美妆博主才可以录空瓶 我们酒博主是用实力来说话的好吗 哎 肝有点痛 做这个系列的主要原因 是我每天都会收到这样的私信 Evy 有没有什么适合女生喝的气泡酒 Evy 有什么重口味的红葡萄酒适合长辈喝的 Evy 送前男友送什么酒好呢 送酒 送他上天好吗 我呢 就干脆定期来给你们总结一下 我最近都在喝什么 毕竟我每个月消耗酒的数量 喝这么多我总能碰到好喝的 顺便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款酒值得买 它好不好喝 又适合谁喝 喜欢这样的空瓶系列 不要吝啬你们的点赞 你们的支持 三连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上酒 大家有没有感觉啊 夏天还没过够 秋天就来了 这期推荐的空瓶 我称它们为抓住夏天的尾巴系列 有香槟玫瑰葡萄酒跟白葡萄酒 喝上它们一口 夏天的味儿就有了 第一款要跟大家推荐呢 就是来自阿格伯特父子的香槟 阿格伯特酒庄由原装主 Authur Agar Park 在1894年创立 在这127年间都是由它们家族内部在管理 那我为什么提到家族式管理很重要 原因呢就是它们原始的风格可以被一代一代很好的传承下来 它们家主要种植的是霞多粒白葡萄 葡萄园里面不会撒任何的沙虫剂跟除草剂 发酵呢也只靠葡萄上那一层薄薄的酵膜 这就是传说中的牛逼生物动力法 我很久之前去过一家酒庄路的Vlog 里面详细的跟大家说了什么是生物动力法 大家去考考古流盐区报道 我感觉我当时还特别的清色 今天推荐的这款呢 是它们的入门款5年份香槟7元婚酿 如果呢你和我一样是喜欢喝那种 干型不甜口感纯净 而且没有很重面包味酵母味的香槟 那我跟你说啊 这款就是你花到最少钱 但是喝到最好喝的香槟 我喝这一款呢第一个感受就是新鲜 我讲的新鲜是指那种 刚在树上摘下来的水果 你就咬一口的新鲜 像什么啊 梨子啊 苹果啊 酸酸的白桃就在你的口香里炸开 后面呢是有一种很重的矿物诶 最主要是这个牌子它很小众 你拿出去就会让人觉得你很有品味 能不能脱单就靠它了 第二款我要推荐的是 唐皮耶酒庄的玫瑰葡萄酒 资深的葡萄酒酒鬼肯定对这款不陌生 我敢很自信的喊出来 这就是我喝过世界上最好喝的玫瑰葡萄酒 产区呢来自邦多勒 是法国普罗旺斯的神级产区 我抢到他们这款是2020年的新年份 没错这一款是要抢的 很难买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看到了 千万不要手软 搞它 一点也不夸张的说 就是我打开酒塞那一啥 那个香气就直接啪打我脸 它的酸度很高 但不是让你胃难受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股浓浓的西瓜味 我感觉就有人拿个西瓜皮 在我脸上轮的感觉 后面呢会有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 我觉得这款呢很适合女生喝 喝出一种贵妇的感觉 这家酒庄还有很特别的一点啊 就是他们家的玫瑰葡萄酒 是可以成年的 我之前跟你们说过 大部分的玫瑰葡萄酒 是不能成年的 一成年就废了的那种 但是据说这款酒是可以成年20年 哎我觉得现在是不是 我应该出去再买一瓶 然后放在酒柜里面放20年 20年后呢 我再来给你们拍一个测评视频 到时候还会看我节目的扣衣 20年后这个频道得改名为 老阿姨的微醺酒馆 嗯 这期的最后一款我要推荐的是 一款来自哪怕的霞多利白葡萄酒 非常小清新 完全没有黄油味跟木桶味 后味呢还带有一点点茉莉花的香气 说的呢就是这款来自 马亚卡玛单一圆的霞多利白葡萄酒 这个酒庄呢在Napa算是最古老的酒庄之一 很不幸的是2017年的山火几乎烧了他们半个酒庄 现在好像重建的差不多了 看到这里的酒鬼我给你们一个小福利 其实他们酒 他们酒庄呢 他们酒庄呢邀请我去那边参观一下 看一下他们重建的怎么样 我的妈 你们想看哪怕最古老的酒庄Vlog给我抠一 我去给你们拍一个 下期空瓶呢 我给你们拍一些适合天冷喝的红葡萄酒 顺便科普一下之前没有说过的红葡萄酒类型 不许拜批 该三年的不许跑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想屎是不是 想屎 想屎是不是 嗯 想屎是不是